濃煙不斷從鐵皮屋中 竄出 屋內還可以看見火蛇四處延燒 現場火勢猛烈 並爆出陣陣濃煙 不斷往天上竄 花蓮縣消防隊動用了六部 消防車及三十多名消防隊員 立即拉起管線灌救 經過了三十分鐘 火勢完全撲滅 屋主看得是膽戰心驚 所限火災沒有造成人員傷亡 但羽姓一家人整間木造鐵皮平房 複之一具 屋主平行創作所累積的木雕 同編珍貴作品全部燒成木炭灰燼 農耕用的耕耘機搬運車也燒得昭黑 財務盡都燒毀 平時以打零鉤為生的 餘姓一家人生活陷入困境 我們消防局初步的研判 針對兩方向來做探討 第一個部分是針對電線老舊引發的火警 第二個部分不排除人為撞火的這個因素 前後不到三個月的時間 同一個部落發生了兩起民宅火災 房屋財務一下子完全燒盡 部落主人議論紛紛 部落亦有火災發生 消防車抵達的時間都需要約二三十分鐘 到達時房屋已經燒盡 無寄於事 部落需要自救消防能力及設備及早控制火事 希望有關單位關注 記者法務 花蓮卓西採訪報導